清竹县竹北市人口多高楼林立 根据统计去年调解案件就有1200多件 又以车祸债务以及伤害案最多 便民服务中斗伦理集会每周三下午提供免费法律咨询 要来协助解决纠纷 竹北市人口成长快超过21.6万人 便民服务再升级 施工所免费法律咨询服务与调解委员会 进驻中斗伦理集会所 其实我们在公所开放的服务 常常会收到市民朋友有一些法律的咨询 我们特别也整合了法服 进驻到我们的中轮集会所 为什么会特别选在中轮集会所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现在调解会 就站置在我们的集会所 希望这个空间让市民朋友 你来做调解委员会的时候 来做这个调解委员会的时候 也可以来做这个法律的咨询服务 二楼路口左右侧两个办公空间 就是咨询和调解室 根据统计 竹北市调解委员会受理案件 从110年的1076件到112年增加到1261件 数量最多依序是车祸 债务 伤害 租赁和大楼漏水 帮助维护民众权益 每周三下午两点到四点 中斗轮集会所提供免费法律咨询 那我们也特别呢 在每周三下午两点到四点 跟我们法服基金会新竹分会 共同的来合作 在中轮里的二楼 为大家提供服务 市民朋友未来如果在生活上 或者是在工作上 有遇到任何法律的问题的时候呢 都可以透过我们法律的免费服务 来得到解答 法律咨询在现场排队登记 民众可以面对面 征询专业律师意见 降低因不懂法律 造成后续的衍生问题 帮助顺利解决生活困境